各位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蘇雨昕心理師 我相信在疫情期間 大家一定感受到生活很大的變動 包含你們的畢業典禮 還有畢業旅行可能都取消了 然後原本暑假的計畫 可能也要有一些更改 我相信這個時候 你的情緒一定會有很大的波動 所以心理師要給大家一些小建議 第一點就是 我們一定要先面對自己的情緒 而且承認我們自己有情緒上的變化 這件事情是要你不去壓抑它 如果想哭 如果想要有一些發洩 請找一個安全的房間 好好的跟自己來一場對話 現在可能不一定這麼好的 跟朋友可以常常聊天 除了你可以視訊他們打個電話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跟自己來一場對話 我滿建議同學們 現在可以重拾 也許你覺得有點小孩子氣的日記本 每天問問自己 我今天過得如何呢 今天我的外在世界發生了什麼 我的內在狀態又是什麼 其實呆在家裡 反而是讓我們心裡變得更健康的一件很好的時期 期待大家度過疫情之後 我們再度相見